警察背着一名保全 把他从倒塌的警卫亭里给救了出来 一旁还有一位民众用手按着大门 否则铁门乱飞 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保全被救出之后 还被强风吹得站都站不稳 从现场的风切声就可以听得出来 风势非常大 竟然能把金属制的警卫亭给吹倒 这集外发生在高雄市小港区 大雁南路的一处工地 当地曾经出现17级的强震风 这种风势都可以把货柜给吹翻 更何况小小的警卫亭 警方货报之后赶紧前往查看 就发现一名保全被压在倒塌的警卫亭里 最后警察和民众通力合作 才将保全给救了出来 由于保全还能自行走上警车 应该没有大碍 东西南部中心高雄报导